今天是禮拜四 所以在普通 就是这一次我们三倍据运动的 Asia 现在正在 这台是我的Ascender的烘豆机 就是2公斤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在烘豆的这个 中间的空档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冰葱 喜欢用的方式 冰葱就是我们直接在这个下壶呢 加冰块 那很多人会常问的是比例的问题 就是要多少冰块 然后咖啡粉要怎么 要用多少 那我自己的 喜欢的就是我一样都用20克 葱300cc 其实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比例 那冰块呢 我们就放150克 130-150克都可以 我们下壶直接准备好 然后放在秤 然后我们加冰块 140克 差不多 再一块 OK啦 多一点点 來 喔 你在幹嘛 媽媽 你在吃麵包嗎 爸爸 麵包 爸爸 你要給鏡頭吃喔 不要 爸爸不吃啦 這你的 沖煮的時候呢 就 我們在抹粉的時候20克 用你自己 平常 手沖還要細一格 的研磨度 那我們現在開始悶蒸 好 我們正 沖法都正常 好 悶蒸 所以我用150克的冰塊 我給他沖出來300cc 是我自己很喜歡 比較喜歡的柔度 大家的冰塊量 可以自己調整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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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 cleaned 我 你 那夏天這樣子的比例喝起來會淡淡的 然後很像果汁不會太濃 這也是我喜歡的冰咖啡的感覺 基本上沖個兩次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是一樣抓300cc的水 好 倒300cc了 我的豆子也爆了 出發 來看一下 OK 我們要下豆囉 這個是我自己外接的一個冷卻 冰咖啡呢 找一個漂亮一點的容器 像我自己喜歡這個 就是麥當勞的這個曲線杯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這個曲線杯剛剛好300 所以就漂亮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這邊 我是小宇 下次見 掰掰 好 紅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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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